好,下一題 這叫做一個人挑兩個東西 扁蛋挑菜 左右兩邊20跟30 扁蛋重不計 肩膀要挑在離20公斤中多少 來,1,畫圖 肩膀有個挑的力量F向上 左邊一個20,右邊一個30 然後距離20,不知道X 全長是1.2公尺 所以右邊1.2-X 畫圖畫完 然後合力要等於0,合力矩要等於0 近距離平衡 合力等於0,合力矩等於0 合力等於0,上等於下,左等於右 合力等於是順程中會等於逆時中 因為要算力矩,所以需要誰? 需要支點 誰當支點 誰當支點 這裡 誰是我不需要算出來的 F嘛 F我不用算 對不對 放在F上面 這樣F就沒有力矩了 就可以審視了 好了,合力等於0,上等於下 F等於20加30 我算出F了 50,很好 但是我沒有要你求 合力矩等於0,順程中等於逆時中 誰叫人順程中 30 實際上逆時中 20 利弊呢,有跟我1.2x 1.2-x跟x 手放裡面帶 利弊乘以利等於利弊乘以利 順程中等於逆時中 OK嗎? 就數學了 後面就是數學 認真、武力、算、數學 答案就算出來了 0.72 真的是超級恐怖事件 啊 可以嗎? 可以 好 換你 手很難 這也是一個人挑兩個 他看起來只有一個斧頭有重量 可是你的手也要壓著對不對 你的手也要勢力往下壓 所以你的手有往下壓 另外一邊就是斧頭的重量往下 然後肩膀往上提 他問你肩膀受力多少 肩膀受力多少 就是肩膀往上抬多少 因為作用力等於 反作用力 整個往下壓肩膀5公斤重 肩膀就會往上抬5公斤重 所以他就問你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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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是吧 一樣 就請你畫出力圖 然後呢 就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要算力局需要支點 誰當支點 老師說 誰都可以當支點 誰便你 然後就給我算 40鐘會等於0 10鐘 然後都會算出來 請問他多大多重呢 請問他會有多重呢 好 他應該會有多重呢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好 如此這般 視訊中等於逆時中 就可以算完了 答案小女生 我 我 13 13 蘇 你有答案嗎 正在努力算中 我們再給各位一點點時間 你選出 請坐 發力圖 肩膀往上挑F 手有個力量向下X 然後呢 敵了 敵了東西的肩膀64尺寸 總共一公尺 合力要等於0 所以上會等於下 F等於X加4 合力局要等於0 順順要等於逆時中 但是我需要誰啊 我需要支點 找誰當支點 我現在要算誰 我要算F對不對 肩膀受力 所以誰我不要 X不要 所以我把力局直接放哪裡 放X在上面 這樣我可以省掉X的力 X的力局 然後就視訊中等於逆時中 誰視訊中 4公斤重 斧頭重 誰逆時中 F 肩膀視力 力必乘以力 力必乘以力 等於力必乘以力 順順等於力 時中 後面就速選 所以答案就出 答案就出 接下來就做完了 可以嗎 OK嗎 OK